习武之人没事千万别去喝早茶 因为可能菜都还没上 就会被人当场报答 就在刚刚 张天志来茶楼找到报馆记者 想塞钱让对方帮自己写一篇报道 因为他认为叶问的永春并不正宗 他要公开挑战叶问 记者则是表示 叶问的功夫早已被各门派认可 张天志似乎没有资格向他挑战 张天志低头沉默了 随后 他看到有武馆师傅和弟子来喝茶 一个计划瞬间涌上心头 你带照相机了吗 走上前就说要和对方切磋 随后两人交起手来 没过上两招 科茶师傅只剩下挨打的份 直接被张天志一脚一吸 击倒在地 想起身在战 直接被捕到一脚 当场晕厥过去 接下来的几天 张天志开启了他的踢馆之力 凭借着他凌厉凶狠的拳锋 没有一个武馆的师傅是他的对手 其中被打得最惨的还数华师傅 直接被打的头欠进了桌子里 很快 张天志便名声大噪 他的永春武馆也正式营业 开馆当天张天志就当着全港记者的面表示 这段时间之所以如此高调行事 只是想证明自己的永春拳比叶问的更正宗 我现在宣布 我要公开挑战叶问 而此时因为妻子身患癌症 叶问并不打算应战 只想好好陪妻子度过盛夏的日子 很快就到了两人比武的当天 武术界的众人都来到了现场 而直到比武时间开始 叶问的身影始终没有出现 由于叶问气战 张天志名正言顺地获得了永春正宗的门号 随即还霸气说道 我张天志 希望能够将正宗永春发扬光大 另一边 妻子问叶问如果不是因为自己的病 会不会选择应战 叶问思考片刻后说 妻子听闻也笑了出来 这才是她认识的叶问 她告诉叶问自己写了信给张天志 已经约好时间 两人正式比一场 隔天晚上 夫妻两人便来到张天志武馆 叶问将要在此和张天志分出高低 夺回属于自己的永春正宗 点赞关注看下集